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草 你昨儿到底去哪儿了呀 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今天早上你是从出源师兄的小木屋里出来的 是不是 昨晚是出源师兄收留了你 出源师兄 出源前辈也是练员舞蹈的吗 因为他是医生 你不会连出源师兄都不知道吧 他是我们馆长的儿子 出源 这是你妈从国外寄回来的 我拿了一些给你 谢谢爸 出源 你还是搬回去住吧 在这个小木屋里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 出源 你妈这一次会出这段时间 你也不用担心她那个抱贫心 你还是搬回去住吧 还是不了吧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等她看到我又要生气了 出源师兄 他以前还是个远武道天才呢 他十六岁的时候就打进全国锦标赛总决赛 人们都称她为小李云月 小李云月 就是那个宗师李云月 我们松本有好多女生 都把出源师兄当做男神 什么秀琴师姐啊 萍萍啊都迷她的不行不行的啦 可惜的是 她最后退出了 她那么厉害 为什么要退出啊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退出啊 而且她退出以后 她也不跟馆长馆长夫人一起住了 我们平时打比赛 她也从来不来看了 每天呢 就在她的那个小木屋里 打理的那些花花啊草草啊什么的 一般人还不让进呢 你真的是走运来 你居然能进出源师兄的小木屋 她要是能回来打比赛就好了 这些年我们就不会老打不过弦舞了 八十五分呢 这是我英语史上最高分 真的 我老妈演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白草 有你真好 哎呀 你比所有的补课老师都厉害 你呀 平时就是打游戏和看小说的时间太多了 下次考试要是再多准备准备 一定可以考得更好的 秀卿师姐 秀卿前辈 七百草 对吧 我是 这一天麻烦你都辛苦一下 把训练馆附近的地方 全部都打扫干净 要非常非常的干净 可以吗 秀卿师姐 白草她是我同学 她不是松柏的清洁工 她平时打扫卫生 跟我们洗衣服啊 擦垫子什么的 都是因为她好心 不是因为她必须要干这个的 我会打扫干净的 好 这地上都给我打扫干净了 还有那边的鹅卵石 一颗颗都给我擦干净了 不能有一丝无垢 后院的草坪都必须修剪整齐 不能有一根杂草 练工厅的垫子 训练完之后 都必须擦拭干净 不许偷懒 不许只在早晨擦一次 嗯 我知道了 秀卿师姐 是白草站出来说话 师傅才没有敢走秀达的 你不敢急她就算了 可是你干嘛这样 敢急 七百草 我并不是刻意刁难你 只不过是师傅吩咐过了 其余的弟子都要练工 根本就没有时间 做这些清理工作 所以只好麻烦你了 嗯 没问题 可是师傅 为什么会突然要求 这么高标准的打扫啊 一个星期以后 韩国的昌海道馆 要来咱们这边做交流 也是道馆挑战赛 之前的热身 所以师傅格外重视 昌海道馆 是 那个昌海道馆吗 昌海道馆呢 祝福表情的师傅了 此次昌海道馆 更有18名选手来到暗阳 除了13名18岁以上的成人选手 还有5名12岁以上的少年选手 他们分别将于明日前往 昌海道馆和松柏等道馆进行交流切磋 小心啊 快点上车 快点上车 喂 咪咪 可爹 能不放下 请早点 订阅 洪远 ak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盛 那个兴奋机败类曲向南就在这个道馆 我今天非要好好地收拾她 曲向南 你给我出来 出来 曲向南 你给我出来 曲向南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出来 你不敢出来是不是 胆小鬼 你胆小鬼 你胆小鬼 你要出来干嘛 你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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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金一山的女儿 世情赛冠军颁奖就给搅黄了 这次来一定是奔着你来的 你现在要出来这事就没完啦 我出来 出来 你会真想跟她打一场话 你不敢出来是不是 胆小鬼 做头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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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类 败类 曲向南 你给我出来 你不出来是不是 好啊 那我就让犬暗阳的人都知道 你们都是靠兴奋剂 获胜的胆小鬼 我看见你了 曲向南 知道你在里面 你以为你躲着就没事了 是不是 犬胜 好大的口气 曲向南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记住我的 师傅 闭嘴 师傅 去向南 胆小鬼 败类 败类 给我出来 你干嘛这样 这是全身的容许 我必须要去面对 你面 面对什么面对 她是一个小破女孩 你面对什么 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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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小鬼 你给我出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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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类 败类 胆小鬼 你给我出来 师兄 我都买上不了 不是 师兄 我就是 师兄 我就是想教训她 师兄 师兄 曲向南 师兄 师兄 曲向南 师兄 官媒各位 我代表 师妹向各位道歉 今天时间匆忙 不能当面记忆 改日 一定在此当忙道歉 这是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